当你选择纹身 然后你选择不同的图案在你身上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举动 说我来控制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我强调自己个性的一个表现 一千个女孩这个项目其实更像一个 就是它更符合 就逻辑思维更符合我之前做作品的一个思维 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怎么去做作品 去有一个作品的方案 它其实很像就是一个又像社会调研 又像你自己的一种 像纪录片导演一样这种思维表达 我其实被这个计划打动的 然后我就很想说来去了解 就是这个计划背后的 就是主理人 她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也想become part of it 一个妇女被拴在村子里 被一个铁链拴在村子里 然后引起了这个视频发布以后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然后作为女性 我相信任何一个女性看到这个 包括她被逼着生了八个孩子这件事情 我们都会非常心痛 就非常难过 她跟我聊到过 她有一个纹身 是那个铁链女的一个符号 我会觉得那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记忆吧 其实会看到我觉得女性的纹身是 她会更容易捕捉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流动的变化 以及说可能有一些议题不是大众就是主流人群会关注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性别的视角如何把整个事情去展开 以及有这种女性的一种叙事的角度 我觉得非常重要 然后我也很希望说 我的第一个纹身 我的纹身师 它是一位女性 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肌肤层面的这种交流 别人想到女权和女权主义 觉得你作为一个女的 你是不是要上天了 要压在男人头上 不是这样的 女权和女性主义 它只是需要一个相对平等 和一个在男权社会里面 我需要更多的权益 跟你平等的权益 这么一个事情而已 女性主义 请不吝点赞订阅